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 帮你挖掘产业深度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赚20% 5次就能财富翻倍 订阅按赞分享 锁定股市1.0 加入小老鼠OK1788 获得第一手标股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玉玲老师 亲爱的好朋友们 今天大盘再度创高 创高它代表是这一波的行情 玉玲是看对而且做对 还有选对标的 当然在清明节之后 很多人都会问玉玲说 接下来的台股该怎么去看 尤其台股 节后高升的过程当中 量价却形成了背离 在量价背离的过程 今天指数是再创新高 那我想问的是 你赚到钱了吗 那很多人都会问玉玲说 目前那个大盘的创高 到底有没有任何危险的讯号 到底在这个位置点 到底应该要买股票 还是要逢高 调节手中的持股 尤其三月份大涨的鸿海 怎么四月份 好像开始进入了整理 那鸿海后续该怎么样子来去做操作 甚至今天的双红 又再度的创高 创高它代表着这一波 玉玲在压怀的过程当中 带着我们家人掌握到双红的起掌的位阶 都是大获全胜的 甚至今天的AI的散热 扩散到AI的机壳 成名店的亮灯工上掌听板 会有带动到什么AI的扩散效应 还有均豪 我在节前还特别提醒大家 71.9不要去做过度追高的动作 今天的均豪开始震荡整理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该如何跟着1.0 掌握到股票市场最好赚的利润 这个部分1.0最能够掌握 当然我今天会独家揭开 法人的操作思路 尤其在我3月份公开告诉大家 鸿海法人未来会调高目标价之后 紧接着4月18号的台积电 也会召开所谓的法说会 而台积电在4月18号召开法说会之前 我认为法人也会开始调升台积电的目标价 我跟大家讲 很多的看法1.0都是说在前面 让你验证在最后 所以当台积电的法人目标价 再度调升的同时 你要知道台积电相关的受贿个股 谁最受贿 我在节前布局了一档标的 它叫做新一代的股票 今天又再度的大涨6%以上 上个礼拜三 节前也大涨了6% 今天又大涨了6%以上 也就是说两天的时间 新一代的股皇帮我们的家人创造出将近12%以上的一个利润 12%以上的利润 两天的时间 所以我才会说 现阶段4月份想要跟在玉林起涨点的位置点 你一定要听清楚1.0的指令 当然在今天的一个双控再度创高 齐控再度跟进的同时 而机壳的散热成名店的涨停 谁又是接下来的一棒 而GTC大会当中的一个机器人 索罗门果然再度创高 有没有去看我昨天的产业1.0 我昨天的产业1.0还特别告诉大家 如何交战索罗门的一个操作的思路 而电子通路当中的琴雅也好 或者是茂轮也好 亮灯工上掌停板 谁又是接下来的黑马标定 而即3月份我们带着我们的家人 掌握到最好赚的鸿海以及军豪 两天两次的掌停板 甚至双红创高的位阶之客 紧接着1.0 4月份上新菜了 1.0 4月份的全新新菜 这一档标定是台积店最佳受惠的个股 尤其是台积店先进制成的概念个股 它叫做新一代的股王 你赚到了吗 我们的家人早就跟上我们起掌的指令 那当然1.0呢 我不是说说而已 我也不是随便呼呼口号而已 而是我们那个精准预告 而且当作是同业的指标 你可以发现到很多的同业 都跟在1.0后面跟大家讲 2万它是地板而不是天花板 那记不记得在3月8号当女神节的时候 台股大震荡大怒神的很厉害 2万关卡得而复失 很多老师看到2万关卡得而复失 形成了一个大怒神的时候 告诉你2万有压 告诉你2万是短线的一个天花板 但是1.0从3月8号之后 我每一天都告诉大家 台股2万是全新的地板 我没有一天改变过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 我除了告诉大家2万是台股的新地板 而不是天花板之外 我还更重要是在3月份 我率先法人告诉你 红海会调高目标价 紧接着群艺高盛甚至美龄 都不约而同调升红海的目标价 还有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DDR5的题材会必涨 所以当时候就帮我们的家人掌握到 8299的群联起掌拉回来的好买点 甚至接下来4月18号 台积电会召开法说会 台积电身为我们台股的护国神山 第一个我认为未来 它的资本支出会上调 这是我事先告诉大家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预告 那当然除了它的资本支出会上调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紧接着法人会陆陆续续 调高台积电的目标价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好我掌握到第一手的产业先进 尤其是我领先全市场 目前的一个台积电 它着眼在先进制程的3奈米跟5奈米 而且这个3奈米跟5奈米呢 是贯穿全市场的 而台积电在这一次4月3号的地震之后 复原能力非常之快 所以他也在地震过后发表一个声明 他说全年的营收还是估增25%的幅度 不会因为这一次的一个4月3号的地震 而有所改变 而未来的台积电的目标将会再上调 而目前给台积电最高的目标价 就是摩根大通的900块 再来是美林的880 再来是摩根斯丹利的860 以及瑞银的875 我认为后后续续还会有更多的法人 去调高台积电的目标价 那你会问 那你认为接下来的台积电法人会调高到哪里 那就是千元以上 四位数的千元时代一定会来临 因为在紧接着会调高资本支出的同时 股价随着EPS上升 它会再从三位数来到了四位数的千金的关卡 那当然台积电挑战千金 它绝对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而是从它的一个EPS的一个挑战来看的话 今年能够来到3738 明年能够来到4546的话 而以它现阶段的本益比估值来看的话 挑战千元它就是指日可待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一张字卡 我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都很清楚 台积电 如果你是用短线的角度来去看台积电 那你不要去做 但是如果你用波段的角度来看的话 有分成保守的预估 以及澎湃的预估 还有激情的预估 而这样子的预估方式 让你每一次在台积电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可以采取分批低阶的拉回策略的一个低阶角度 那当然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这一波很多人都告诉1.0说 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我们该买谁 我当时够在2月23号率先全市场 我做出了这张表格 这张表格是透过我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的角度 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不想买红色太高 如果你觉得制胜好像长不动 但是在50几块的军行 你就要特别来去做留意了 因为它是具有先进制程 跟面板级封装的双冻联 更重要的是 它当时候的股价还在50块出头而已 所以我也在当时够50几块出头的一个呢 军豪带着我们家人来去做买进 不知不觉军豪从5字头来到6字头 再从6字头来到了7字头 然而就在上周三 就在上周 你可以发现到 就在上周节前的时候 我还特别告诉大家 短线正乖比较高 尤其71.9不要去做过度追价的动作 可以先来去做一个短线高出 等到量缩回测到前坡低点游手 再来去做低接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今天的一个军考 它还在平盘附近 在做整理没有再过高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掌握到股票市场最好赚的利润 你就能够成为市场上面最大的赢家 那除了军考我们5字头来去做买进之外 两天两制的攻上掌停板之后 我们特别告诉大家 我去年的代表作是谁 就是材料KY 材料KY我可是呢 从它1字头掌握到2字头 再从2字头掌握到3字头 而去年的材料KY 一度的来到千金之上 我是很会找千金的个股 因为千金的个股 我更能够掌握到它的产业的利基点 那材料KY 我们掌握到最好赚的千金的一个代表之够 既材料KY之够有一档 它会成为新一代的股王 荣登千金的代表 这一档标的它叫做新一代的股王XXX9 你想知道它是谁吗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 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 它是台积电先进制成最重要的 关键供应商 尤其是它未来的法说会 玉林帮大家掌握到 它会有重磅的超级大利多 而且我要特别跟大家讲 这一档新一代的股王 它的EPS会有一倍两倍三倍数倍的成长 当EPS会有数倍成长的时候 目前的股价 它已经从出生段进入到主生段 未来会成为新一代的股王 那你去看一下 我们在上个礼拜 带我们家人第一时间来去做切入之后 新一代的股王表现得非常亮眼 还记不记得 节前大盘是大跌了百点 新一代的股王帮我们的家人创造出 6%以上的利润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新一代股王表现得如何 今天的新一代股王又涨了将近快7% 上礼拜的6% 今天的7%将近两天的时间 就已经帮我们的家人创造出 一根涨停板的幅度了 那我想问的是 这两天的时间 你有没有帮自己创造出 将近快12%以上的获利呢 我有 我们的玉林家族家人更加知道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新一代的股王 目前的积极够不够低 已经打出了圆弧底型 而且这个叫做N字突破 更重要的是 骨架从出身段进入到主身段 目前才刚刚开始而已 所以如果你想要 引戴4月份的起跑点 这一档新一代的股王 我要告诉大家 现阶段还是你上车的机会 因为未来它会成为 目前现阶段 大家所争相恐后的一个标的 所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 如何顺着金流 掌握主流 就能够实现你的财富自由 近三月份 我们帮大家掌握到 最好赚的鸿海的这一段利润 以及五字头的军豪 两天两字的涨停满之后 甚至双红的创高 群联的一个震荡电高之后 这一档新一代的股王 目前股价已经进入到了主身段 拉回来 请你跟上我第一阶布局的机会 更重要是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开始 就从现在开始 就从今天大盘创高开始 因为这一档新一代的股盘 我会带着你赢在起跑点 因为每一次你要赚 股票市场最好赚的20% 五次就能够让你财富翻倍 你要去想想看 让未来的你 感谢今天的你打的这通电话 520的翻倍计划 你打电话进来 前五名打电话进来好朋友们 我带你提前布局新一代的股王 叉叉叉久的一个 起涨的一个幅度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的是 从大盘一点你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今天有个什么讯号 今天指数过高 但是量的角度 明显不太够 因为量没有同步过高 KD指标也没有同步过高 那就形成了双背离了 那双背离到底该买还是该买 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发现到有一些股票 出现了高档爆大量的讯号 出现一点高盘的讯号 那个就是要该卖 但是如果在主流趋势 就像新一代的股量 现阶段进入到了主身段的 买点的时候 你要跟着我在起涨的位置点 来去做布局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在四月份的操作思路 你要特别去注意到 本周的关键密码就是营收 三月份的营收 它能够支撑股价的一个上扬力道 再加上呢 以及法说会 我会帮大家提前掌握到 四月十八号的台积电法说会的重要数据 还有紧接着礼拜三 美国的CPI的数据 到底为何 它也会牵动国际股市的一个脉动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有一股势力 我认为它的势力 比ETF还要再大 比ETF还要再强 它叫做代操资金 我认为这一波的代操资金 它会着眼在台积电 尤其是先进制程相关的供应链概念股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是 代操资金突破三兆之后 它也会帮我们抬轿 帮我们抬什么轿 帮我们抬新一代股王的轿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到是 玉林跟其他老师不同的地方是 很多的行情 我都是说在前面 做在前面 而且我都是买在前面 尤其当台子期结算 压低结算 大跌了百点的同时 我还特别说了哦 我说当台子期结算 的一个未平仓口数 来到5000口以下的时候 指数会开始反转向上 礼拜四 指数大涨了441点 而我在台子期结算 大跌百点的那一天 我是站在逢低大买的一方 那然而节前 我也是带我们家人 去布局新一代的股王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目前的一个电子股资金比重 还是不到七成的过程 高档爆量的个股千万你不要去追 你追的人玉林会 打你的小手手 打你的小屁股 当然有些股票 你可以先站在卖方 例如谁 例如像家人 今天呢 我在东森盘中连线的时候 我就独家交战了 因为今天的家人呢 在我东森盘中连线的石购 还有红盘可以卖 但是今天的家人很显然是1点高盘空方量 35.45主力大户是站在调节的卖方 所以这个位置点买的话 1.0真的会 打你的小手手 打你的小屁股 因为该买的时候你不买 该卖的时候你不该卖 那就是错误大错了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像是机器人 甚至呢 散热相关的个股 还有电子通路的个股 我们该布局哪一档标定 那重点是呢 下半段我会特别针对于520的政策加持的个股 来帮大家全方位的掌握 想要知道这份马赛克的资料 欢迎你加入一点的Lite 唯一的官方认证的账号 小老鼠OK1788当中 这一份呢索码的资料 我会放在Lite的首页 给亲爱的好朋友们 来当作是操盘的选土参考 那呢 跟上一点点盘中指令 我说过 我是一个会买也会卖的老师 我是一位低级也会高出的老师 你跟上一点的盘中指令 你可以避开不必要的风险之外 而且你还可以赚到一档标的最好赚的利润 例如像是什么 我上个礼拜节节我还特别说咯 像君豪的这一档标的正乖离过大 你可以先在卖方 等到真的回撤前地有手 再来去做低接 今天的君豪就没有再过高 那星云的部分呢 在正乖离比较高的过程 381.5可以来新 风高获利卖出 等到亮缩回撤 来到4月3号的一个关键红 可以有手 再来去做一个亮缩低接的布局 这个是星云的操作 甚至像是智胜 还有中砂 我特别说了 如果你想要了解到台积电相关的概念股 尤其是智胜 该如何去挑战前高的关键密码在哪里 尤其是中砂 该如何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得更开心的低接密码在哪里 我们又把资金不断的再放大 放大到哪里去 放大到这一波4月份的全新烤菜 4月份的新一代的股王 他是谁 XXX9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他是台积电最关键的供应链 先进制成最关键的供应链 我们进行经历科 我们卖在相对高点赚到最好赚的利润之后 再把这一笔之间放在哪里 放在新一代的股王身上 上个礼拜新一代的股王大涨6% 今天又大涨将近7%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有买有卖一档赚完再赚一档新一代的股王 现阶段股价进入到了主升段 你一定要跟上1.0 4月份赢在起跑点的好买点 所以我才会说 在上个礼拜新一代的股王大涨6% 今天又大涨将近7%的时候 两天的时间帮我们的家人创造出将近快一根涨停板以上 所以跟上1.0全新的好菜 我会带着你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的更放心 而且这一档新一代的股王 EPS将会有数倍的成长 股价已经进入到了主升段 这个最甜美的一段 你一定要跟上我第一阶布局的机会 因为短线的上涨幅度将近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润 跟上我起涨的脚步咯 那当然信红科也是我们之前压滑的好买点 来当令我们家人来去做布局的标的 而今天的信红科今天又再创新高 甚至一发我们的家人也是坐在轿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今天又再度的金金掌看回不回 形成创高的走势 所以好的标的 我会带着你一档接着一档 来去做一个呈现 而如何十分钟去搞懂AI的商机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的好朋友们 那记得订阅按赞分享一点的股市 1.010 YouTube频道 那当然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当时候我就选择了双红 当时双红的位阶还在250几块钱 当时的位阶还在刚刚起涨 但是你认为它不会斗 你认为它不会涨 而如今的双红 哇 从250几块钱又来到了波段的新高 足足大涨了将近2.3倍以上 那除了双红之外呢 今天也跑到了机壳散热的个股 那甚至呢 陈明店 银广该如何买得安心 抱得放心 赚得更放心 这一份操作的资料 我会放在Lighter的首页 甚至呢 吉帽以及骑猴 我们该如何去掌握到操盘的节奏 如果想要知道好朋友们 记得加入一点的Lighter 那当然广运呢 我们是押回来找寻好的买点 今天的广运拉出了一根长红黑 也算是台积电相关的受惠股 而GTC相关的大会引爆的商机 谁是社会股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一点的股市 一点零许一零YouTube频道 那当然红海哦 注意一下 红海为什么四月份不太动 那如果你手中有红海 或者是你想要布局红海的人 你务必要来找一点零 因为红海我有做动作 想要知道红海下一步该怎么操作的 好朋友们 记得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来问一点零哦 那索罗门呢也是1.0在产业1.0当中 帮大家寻找到的标的 今天的索罗门形成大涨 而广民跟合硕该如何低阶布局 甚至电子通路当中的琴雅跟帽轮 该如何去掌握到最好的买点 那当然呢 我也掌握到呢 均耗最好赚的利润之外 材料KY是我们去年千金代表作 新一代的股王 现在才刚刚开始 我们布局之后大涨了6% 而今天又大涨了将近7% 而目前还在股申断 更重要是顺着金流掌握主流 就能够实现财富自由 新一代的股王 目前还在主申断的行情 尤其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开始 每一次只要20% 5次就能够财富翻倍 让未来的你 感谢今天的你打的这通电话 前五名打电话近来的好朋友们 记得跟上我们全新的标的 新一代的股王 这一档标的会带你赢在 4月份的起跑点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告 回来继续请教玉玲老师 再把时间交给玉玲老师 亲爱的好朋友们 520的政策加持股 由谁来去做接棒 特别去留意到 像是这一波的雅力 甚至华虹 该如何去掌握到操盘的节奏 还有520的生计概念股 美食跟顺耀 该如何去掌握到 接下来的挑战前高的关键 都在一点的light的首页 给大家来去做关注 而然而呢 4月18号的台积电法说会 资本支出会上调之外 法人也会调高它的目标价 所以我帮大家选择到了 君豪起上的好买点 在君豪亮灯功上涨停板之后 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去年的代表座 我们帮大家选择到的是材料KY 来到了千金之上 而且新一代的股王 会复制材料KY的走势 未来成为新一代的股王 我们布局之后大涨了6% 而且今天又大涨了将近7% 股价还在刚刚的起档的位阶 那这档标的呢 520的起档标的 跟在我的一根布局的前面 接下来我们打电话 进来的老朋友们 带着你时间掌握 新一代股王的标的咯 本公司和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价限限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请供参考 做证明到独立判断 形成评估 并解释次付投资风险 证明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 帮你挖掘企业深度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赚20% 5次就能财富翻倍 订阅按赞分享 锁定股市1.0 加入小老鼠OK1788 获得第一手标普资讯 小老鼠OK1788